黄豆那么小的套娃你见过吗? 十几层的套娃长啥样? 带着这些疑问,近日,记者走进被誉为中国套娃之乡的黑龙江省上志市一面坡镇, 手工艺人正在墙上绘制套娃。 这座百年古镇早在20世纪50年代,便由民间艺人学习钻研俄罗斯套娃制作技艺, 制作出精美的一面坡套娃,断树去皮,晾晒,车间炫空,烫花,香金。 炫工张继东正在木材加工车间内忙碌着。 十二日份开始进木材,进木材一直到来年的五月六月份开始发皮,晾晒,归楞,晾干一直到十月份, 开始生产,炫这个十层吧,大肴母一天也就炫个一套两套的。 20层到50层吧,更有难度一些,20层的吧,相当这么高,更难一些, 大肴母得一天左右能炫个一套,炫这个吧,得学啊,从大到小,得一层一层的学, 因为啥,这个得手一活嘛,得那个精确点嘛,不像机器的,尺寸的啥,大小,高矮的,必须得掐准。 在这里,除了技术精湛的手工艺人,一面坡丰富的林业资源,也为套娃之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。 三面环山的地理优势,能为生产套娃提供画木、段木等原材料,加速了套娃企业的发展。 经营这个也从10年到现在也十多年了,然后从一开始的一个工厂,到现在的得有七八个了, 每个厂子从几个人到现在十几个,二十几个,三十几个。 男的炫工呢,基本上都是村里的人,然后他们除了种地之外,然后都是在咱厂子里上班。 而化工呢,都是家庭妇女,90%都是宝妈。 现在呢,就是说我们的量已经够用了,普通盒和那个半径的比较多,然后陆续我们想往精品上发展。 近年来,随着套娃生产规模的扩大,一面坡镇还成立了木质工艺美术协会, 对于整合资源,推动木质工艺加工业,由家庭作坊向标准化、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。 截止目前,我们套娃协会这36家企业一共容纳了2000多位从业人员。 去年,我镇的套娃生产规模超过了5000万套,销售额度突破了1亿元。 我镇生产出的套娃远销国内外,主要销售渠道是满洲里,海拉尔,孙森河。 其他小部分会销往一些欧美国家,包括咱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。 我们协会短期内计划将所有的这些套娃生产企业整合到一起, 成立一个套娃产业创业园去打造出一个一面坡的特色品牌。